扭一下 拉長做弧度 做粗細 撇往旁邊 點稍微降低一點 細的 它的草布其實還蠻有變化的 大小粗細好像感覺差異比較大 變化比較強 左邊伸長 右邊縮短 這裡寫得有點緊 左邊伸長 右邊縮短 皮依然保持輕鬆 細靜的 這裡還是九成功的 扶二溝 出到細 細到 出到 出到 細 點 帶起來 點 撇下來 橫畫出到細 封好 橫折 下來 折 細 出 細 出 鐵 短 點 短 這個點還比較大 這個寫得蠻比較重 但是有姿態 然後注意這個 它寫這個實在是變化很大 扭的還蠻大的 帽 這片裡面 我就覺得它的草布變化是最多的 其他很多筆畫都相同 雷同性很高 好 一 扭一下 拉開折 往內縮 短的 重的 短的 長的 最長的豬筆畫 拉開 有弧度 有點弧度的 扁平一點 點 往下重一點 這個簡直是重暗 產生的效果 短 然後這次寫得非常的扁 折 非常的扁 然後這也是非常的短 非常的扁 這個短 稍長一點點